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原来这种新玩法 又是完美 借电脑来,让我自己交月费 没问题,拿去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这些特区政府 粗暴干预香港事务 基本上又再升了一个高度 越来越明显 已经去到一个 不是试底线 已经超越任何底线 超越任何的 已经无法狡辩了 以前还说 掩掩掩掩掩 古灵精怪透过中联办的黑手 现在直接致涵 直接粗暴撕毁一国两制 秩妻就这样走出来 对着一群记者说 没事的 那就走下去 问题是完全离开 大湾区是一样的 其实现在发展大湾区 现在香港的港猪 现在发觉港猪 都还躺在岸上 有没有发觉 香港人仍在躺在岸上 在岸上 大湾区不要躺 现在大湾区 我上个星期都已经说 是完全吞誓 香港的计划 现在逐步逐步 非常清楚地 是完全吞誓 你叫他七婆去钉钉子 你已经是完全吞誓 现在我们的所有 特区政府的官员 从来 从来都没有为过 我们香港人打算过任何一件事 包括陈茂波 香港玩完了 是的 香港玩完了 我觉得最好 真的最好 2019年 2020年 都好 你老母 你美国佬就动手 取消你香港白手套的地位 取消你香港的关系法 是不是 是的 正啊 我们等看电影 正啊 大哥 爽啊 爽啊 我看一下你这班特区政府狗 特区政府狗 和那班商家狗 到时怎么想哭喪 去美国政府游说他不好 你老母 我看一下你这个林郑月娥 怎样抹大你那个启子 给特朗普 你看我的启子 你不要cancel You see my cunt You see my cunt I give you my cunt You can fuck me Give me back 優惠国地位 是不是 到时 你老母 你抹大启子都不行 我跟你说 到时你林郑月娥 你抹大你的启子都不行 你那些不是梁美芬 我想起都想死 都不行 我们是很正气的节目 可不可以幻想一个漂亮点 没有 你老母 到时你一字排开 你三万个公务员 全部男又好 男的动高屁股 你女的抹大我的鼻 你老母 你都抹不回 我跟你说 所以这些东西真的很好笑 你看到 今个星期还有这个 是的 我也想说多一点大湾区 因为刚才我们有个网友 Persy 就是 我突然忘记了Persy 是的 Wen Lecce 他是律师 他有听过节目 也是我朋友 他来路不少 你怎么叫马主 你怎么说 Wen Lecce 有人问 喂大湾区 好啊 我当我是一个有志青年 将我的年纪再减二十 当我三十了 好啊 你也是三十多 好了 辉啊 我们不如现在进军大湾区 尬你了好吗 正啊 厲害啊 发展有什么机遇 抓紧的机遇 我们是上大湾区发展 尬你了 那我们可以搞什么 我想问 搞什么 最好去东莞开家暴 开骨牆 喂 骨牆加房式茶餐厅 又没得想啊 又可以 再加上澳门 赌钱 葡萄 加上去 就是我想问 是不是 我想问的是 因为 你经常说 叫别人上大湾区 创业 不要说年轻人 不要说青年人 我就算生意人 我一个投资者 我现在三十多岁 我好多钱了 我好帅 我好帅 你我老爸 靠落大 我想发展 我可以在大湾区 发展什么呢 我想请问 和我现在去发展 有什么分别呢 我既然都有钱了 我都可以 现在在东莞开家茶餐厅 我喜欢开的 你老母 高科技电子零件生产 都可以的 为什么要有大湾区呢 现在有什么问题呢 现在不是我不可以去发展 还有 现在 你大湾区 那些城市 包括中山 你老母 佛山 江门 有什么可以让我发展 你在江门 我甚至不要说做生意 投资这些 很简单 香港人最擅长的那份 炒楼 我当我回大陆炒楼 万一 这枝蛇了 烂了尾 或者收货不对板 又烂的 又穿洞的 又这样 豆腐渣的 那我是否有保障 连这些问题 也解决不了 他不是说 香港就是仲裁中心 香港就是所有如有争议 仲裁了 仲裁了 你对了 那你追不追到 问题是这里 现在有仲裁 现在有什么 你现在都可以做 那些问题是 是不是 我想去大陆开一间 我去东莞 我想去东莞开一间 茶餐厅 加咖啡店 加咖啡店 有没有想法 可以的 你随时明天都可以开到 是麻烦点 多几个步骤 要找法人 好了 是不是说 大湾区就不用做法人了 你自己可以做法人 喂 那其实 只要你在条例上 改一些 你私牌又再进阶 一些 其实你做到的 你不用搞什么 大湾区的 是不是 我想问 喂 我可以在大湾区 搞什么 炒楼 是不是 又是这句 但是又是这句 什么时候轮到我来炒 做什么 现在正在炒 你了 别说 碧桂园死了 碧桂园死了 碧桂园 碧桂园 根本没有地再起 现在已经去到泰国起了 是不是 就是 所以整件事 其实是做什么 你搞多个办公室 又怎样 什么帮年轻人上去创 什么业 香港 都没搞定 不要说什么 你说高科技 我当你深圳 怎样高科技 怎样成 你现在没有吗 一向都在做 还有 你在香港发展高科技 我屌你老母 到今天 不要说你要搞大湾区 搞什么 你香港正是做高科技 你有什么东西 帮到我们的手 除了 除了 是给个 可能你很便宜 给个数码说你 之外 你那些什么什么 创业基金 高科技 什么东西 基金 全部都是被骗钱的 申请手续 凡 到你黑衣 那样 你作为一个素人 你作为一个普通人 没有背景 没有任何人 背景 你不需要才能申请到 我跟你说 你这些年轻人 如果你真是想搞个 屌你老母 我想搞个APP 那个APP 就是屌你老母 通知我几点砸死的 几点屌你老母 肚痛的 是吧 你试试搞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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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你还叫人家屌你老母 梁振英那些 头常常叫人上大湾 搞什么东西 好了我去了 屌你老母 做什么东西 我可以 去茶餐厅吗 屌你老母真的开 洗澡茶屌你老母 是吧 就是 你不是有实质的东西 可以帮到你 你如果我假设 我上去开茶餐厅 我要找地铺 我要找城 是不是 你所谓的大湾区 你怎样帮到我呢 其实也不用说 那么复杂 如果大湾区真的 可能某个城市 真的有钱找 有成的 商家佬自己 已经闻到浸味 自己上去 不需要你说的 例如 有网友说 發展什么自卫城市 什么东西 我也不知道什么自卫城市 好像香港的卫星城市 那样 又是帮他们建策 你这些东西 根本上是痴咎咸 整个所谓 港禁内大湾 根本又是 和港道有艺名题 艺发展 跟以前的大西北开发一样 都不知道搞什么出来 就冻咎你那些傻子的钱 大珠三角 冻咎你那些外国商人的钱 你那些大西北 早几年的大西北 搞了什么出来呢 唐英年大队成班上去的 全香港最有钱的人 都在上大西北 搞过什么呢 好了 不要说大西北 我们香港人 放眼四方 我们搞一带一路 又不敢 有哪个香港商人 现在是搞一带一路 搞到很冷静的 因为一带一路 而发达的呢 没有 反而以前霍英东 经过韩战 发达就可以了 靠走私就发达 是不是 还是那些人 靠一带一路走私发达 你不敢知道 是不是都有这样的可能性 也有的 不过我真的不得而知 我的战友不断被人踢走 是 所以 喂 一带一路有什么发展呢 没有 是不是 好了 又叫人家搞那些 之前那些 我们上集都说过了 长三角 珠三角 珠三角 橙琴 不知道什么 多多香港人搞那些橙琴 前海啊 那些东西 现在又怎样呢 是不是 大家都知道 你中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 就是一个垃圾国家 你那些贪官污吏 你那些贪官污吏 满街也是 不能值钱一个招牌 摘下来 可以死一千万个贪官污吏 那你搞什么 你整个国家 你那些人打工 你那些工人 屌你那些素质低下 你中国的工人 不是三十年前 你现在今时今日的中国工人 中国人 完全是道德低下的 很难于管理的 是不是 你不认为那些 很纯粮的 可能越南人 义管一些 巴基斯坦人 比你更义管 是不是 即是你在这么多的国家 是不是 搞完什么 一带一路 搞完这么多东西 永远是得过吉 所以我告诉你 如果你真的还相信这些东西 你真的对共产党不能了解 共产党 立国六十多年 就来七十年 明年是七十年 是不是 他有哪次国家级 这些这样的项目 是不是 大口号 是成功的 没有 你从来都不读中国共产党的历史 你不理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 你不理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 你不理解中国共产党 所以是非常之爱国 对不对 从来那些什么 以前的屌你 毛泽东时代的那些 搞来搞去 都是不理解的 而近几十年 最厉害的 常常说改革开放 唯一最成功的就是改革开放 这些东西 但是改革开放 也不是一项实体的建设 他只是开了一个深圳的城市 让你个体户任意发展 即是资本主义 在特区里面 就行资本主义 任你搞 接着 他们自己搞定 那些人 都不是一个 什么三面龙旗 全民大连国 不是那些东西 包括盗产 不是那些东西 所以这个所谓大湾区的计划 根本上 我们都可以预视到 应该都没有什么实质 做到过 除了政治目的之外 所以整件事 接着 这个大湾区 只会继续继续继续 香港一天有大湾区 这个紧箍咒 香港一定不会有任何的前途和将来 我最近 刚刚前几天 我去珠海书院教书 我跟那个港师 聊天 那个港师跟我差不多一年多 是女士 他教广告 教市场学 教广告的东西 也叫做学者 跟他聊天 都发觉 是没有将来的 没有希望的 未来香港是没有希望的 他见到这些年轻人 就知道 所以 你问我有没有希望 就是没有希望 所以 好了 转转的话题 说一下预算案 预算案 预算案 就是 没有什么好说过 简单来说 跟去年那份 基本上是一样 除了 不是 去年那份 本身也没有派档 是后来才说有 是去年有派四千元 他是后来受压力 才说加上去 他第一次出的那份 我记得 所以 基本上 今年的财政预算案 就完全没有两点 怎么说 这份预算案 根本是废计到一个点 就是 最大 最多的 已经是 将土地储备的基金 撥到政府财政预算 政府财政预算 那里 就掏换了一条帽子 以至不至于有赤字 简单来说 因为这个预算案 就是预算未来的四年 五年 其实如果扣除所谓的房屋储备金 其实他有三年是有赤字的 只不过他将所谓的房屋储备金 塞回到自己的数据 看下去就没有了 就有盈餘了 因为现在这个房屋储备金 就是2014年由曾俊华成立 是 当时就是用一些投资的收益 就开了这条数据 当初好像是200多 还是400亿 不记得了 总之轮到今天 就有820亿 分回四年 塞回到去 平均每年就加200亿 所以开出来就变成无赤字 很奇特的地方就是 他这份财政预算案 收回200多亿 然后他又再在他自己本身的预算案里面 土地房屋那里 又说预留200多亿 做一些房屋的发展 就是左手交右手 右手交左手 左手交右手 砌完出来总之就是正数 这样 OK了 也说一下重点 新一份财政预算案 有些责要的 所谓派档 说真的 你不要派档 也不是 说什么派档 要你施写措施 你的报纸就应该写 施写措施 说什么派档 施写 施写你什么 寬减75%的身份税 和个人入息税 上限两平 两万元 寬减75%的利得税 上限两万元 不过也有上限 都是两万元 即是杯水也不够车身 寬免四季差响 每季每户每季上限1500元 领取 纵援生可金 长者生活津贴 和商残津贴人士 有商量 一次性提供额外 一千元 长者医疗勸金额 累積上限 提高到八千元 以及 基层学校 发放一次过二千五元 的津贴 我不明白 什么叫基层学校 如何去界定基层学校呢 经常说贫穷线 其实根本是一个标签 为什么我要那些基层学校才有钱派呢 如果真的有些基层家庭 他要报学校的时候 他是不是要考虑 那些学校是不是基层学校呢 如果我是一个老师 我教基层学校 我有什么心态呢 是不是 为什么要把这样的学校 分化社会的标签呢 叫基层学校才有钱派呢 为什么你不全香港学生派二千五元呢 说过的嘛 基本上 所以这个所谓的派档 施捨 施捨措施 其实真是了无新意的 还有 都说了N多年 那些所谓N无人事 没有房子 没有那些 住劏房等等 基本上是完全扔不到任何的责任 完全扔 这是一直以来出现的事 没有解决过的 也都继续向文憑市 那些学生交考事费 另外一些支援企业的措施 就是 是宽免2019年至2020年商业登记费 多多借你啊 多借你啊 多借你啊 那千多两千元 我真的多借你啊 是不是 真是傻子 这些草事 做什么想法 他做了生意 就比不借你了 是不是 科技券 计划行常化 企业资助上限 倍增至四十万 其实我真的很想问 我也是个中小企 是不是 我真的没有听过 身边有做生意的朋友 正在用科技券 到底这些科技券 去哪里呢 就是有没有做生意的人 可以回答我呢 溫和斯 有没有回答到我呢 到底 喂 这些科技券 到底是 去哪里呢 那 玩一下手 是益自己有的 不是 民建联那些 益自己有的 那些人当然不会告诉你 经文联那些 你入经文联做会员 你投票给我吧 你不用说到这些这么复杂 我们自己都是剧场人 是 做那些很多 什么叫做 艺术发展基金 还是怎样的那些 都永远是那些 都能立得到的 我们这些想生意 请你化痕梦 不是 我知道 这个艺术发展那里 我也知道的 他真的没有办法 比较好的 因为我有老朋友 叫做闪震东 他也做过这些设计 简单来说 就是你认识人 就行 我们这些不认识人 不是 我知道 我没有申请过 我来申请我没有 即是 那位闪震老师 那位东哥 他也做过这些设计 他也说过 那些快TV 是怎样去批 就是要靠人收料 就是 可能这个科技券 也是类似的 其实是靠填表 不是靠收料 是靠填表 我不知道其他 那些审批的那些人士 有没有 那些设计人的因素 在那里面 但是 他 据 陕震东说 申请那些 藝術发展局的基金 那些东西 最重要是会填表 就是 那份 proposal 最重要是 那份 proposal 其实这些 科技券 这些政府资助 全部都是 所以我曾经想过一门生意 就是帮别人填这些 proposal 我自己是不聪明的 不过是否可以找一些聪明填这些东西 聪明做这些 骗人钱的 proposal 的朋友 那我们是去 不成功不收费 是的 不成功不收费 这个是可以的 犯法的 这个就不要搞 好 接着就是 延长中小企融资担保计划 特别一维措施 申请延期到2020年6月底 这个所谓中小企担保融资计划 我也是 我从来没听过 我真是在插头 好了 医疗 预留100亿 作为公营医疗拨款 稳定基金 预留50亿 加快更新 和添置医疗设备 我多謝你 预留50亿 香港这么紧张的东西 你医疗器材得过50亿 你求任期 你都拿几亿出来建桥的 是吗 区议会都说 建那条天桥 不知道是10亿 是吧 以前是什么官堂 什么噴水池 都不知道是多少亿 你得过50亿 去买医疗设备 如何分辨 香港那么多医院 如何分辨 是吧 还有的就是 撥款4亿的经常性资助 确闊药物明冊 当然什么药物 就没说了 当然这个是 确闊药物明冊 其实是说一些 比较罕有的病 或者是一些遗传病 或者是一些 之前没有资助药物的病 这个表面上好像很好 但实际上怎么执行呢 我也是有一个问号 也要向医馆局增拨 超过7亿元的经常性资助 以挽留人才 你老婆拿7亿 7亿 你就想挽留人才 现在的人才去哪里 首先你要解决问题 现在的医疗人才去哪里 而且你把这些钱 是扔给医馆局分辨的 例如他好像有家人工 或者是额外资助 九成的钱 都是去拆上层的 前线的就剩下很多 即是你在留什么 即是你在留什么的人呢 所以这些又只有7亿 现在问题 他还说 要给你的香港医生 可以在大湾区執业 香港就更加没有医生 是不是 那in return 就是在大陆下来 所以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人质交换计划 土地房屋 预留20亿 支持非政府机构 轻建过渡性的房屋 亦预留220亿 推展首批採用一地多用 發展模式的政府項目 这个是大家讨论得最多的 就是原本房屋储备金的200亿 就变了身 这200亿 就说搞什么一地多用 是什么东西来的呢 就是将这个 以前的很紧 亦都收得紧箍咒 的一个土地政策 其实呢 就稍微有少少的松绑 就是说 那块地本来用来 好像是荃湾大会堂 现在也相当有争议性 就现在呢 本来那块地是荃湾大会堂的 现在就打算把那块地拆掉荃湾大会堂 就变成多用途的一个用地 那就是什么呢 就是说 你下面你照保留荃湾大会堂 但是上面 可能变成40层高 就是这样 或者是20层的公平房屋 我看过一下 这个关于一地多用 其实简单来说 就是将一些现有的政府用地 将它打散 然后又再建一些 这些东西呢 其实又是多沟湾大会堂的 你香港既然说到土地这么紧缩 香港也还有很多工业区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观塘牛头角都是工业区 土瓜环很多都是工业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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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瓜环很多工业用地 现在大家都知道 香港根本就没有工厂 现在那些地方 基本上就不能够发展住宅 因为地契问题 那些工厂大厦 是绝对不能发展住宅的 那你为什么 政府为什么不可以移动工业区的呢 我又不认识很明白 你当然不是放宽它的土地用途 不是被它完全拆了工厂 但是那些工厂大厦 基本上你把资源放进去 它可以变成一个住人的地方 中转房屋也可以 居屋变成半公屋也可以 为什么你不搞这些东西呢 例如你排队上公屋 如果排了五年以上 四年以上的 你就可以住这些工厂大厦 都是公营房屋来的 收工屋租金的 但是它的环境当然是工业区 为什么不可以走这些呢 你就收工厂回来 政府这么多钱 现在最大的问题 就是你政府的思维僵化 完全你特区政府是按钩 你要知道 是白痴的 很简单 你屈你了 你屈人家DQ 屈人家港独那么容易 你改这些土地法例 你屈人家DQ 你屈人家DQ 你屈人家 是不是 那些比较难 你不用说去工业区 工业区固自然是其一 更加多就是我们上星期 有讲过的棕地 大把的 你大把 不要说棕地你要收业权 你要重新建 工厂在这 你整栋 你屈人家DQ 你屈人家DQ 把它变成一个 中转房屋 又可以的 是不是 只要你屈人家DQ 你屈人家D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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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麽屈人家DQ 你回想起以前 例如港英时代 通常他們是整個區域去規劃 例如現在是整個將軍澳區做一個紳士鎮 整個天水圍區過一塊河套位置又做一個紳士鎮 是整體的規劃 這個所謂一地多用 其實你都是那幅地皮 以荃灣大會堂為例 一個格子 這些杯水車身其實是沒有意思的 重要就是你拆樓 特別是一個這麼旺的旺區造成的滋擾是其一 成本亦都相當高 是非常之沒有效率的一件事 所以是瘋狂刷線的 就是很多辦法可以用 就是你預留二百億 你弄一地多用就不知做什麼 還有一些創新科技的 原來創新科技有什麼良點呢 又說大灣區 又說創新科技城市 又說瘋狂你瘋狂你 香港要怎樣打造瘋狂你 什麼智能港 還是什麼瘋狂的 林鄭 我記得了 智能城市 變成低智能城市 有兩大點的財政預算案 預留了55億發展數碼港幣 就是地產 地產項目 然後預留160億元 供大學增建和翻身校舍設施 尤其是科技設備 尤其是科技設備 尤其是大學是160億元 尤其是醫院又給50億元 是它三倍的 尤其是好嗎 是不是 你的尤其是醫療儀器 比你尤其是大學的儀器人 一定不會是 好 待會再說 弊碎 重新鎖 在一場 你去的餘子 比你尤其是多 成縣 尤其是大學